冬的林边乡 那么这个因为停水已经六天 灾民没有水可以用了 已经六天没有洗澡了 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 直接呢在家里头外面来接雨水洗澡 来看昨天晚上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杨立芬来告诉我们 立芬 好的这个林边乡呢 现在水虽然已经退了 不过依旧是没有水可以使用的情况 居民呢已经忍了六七天的受不了了 看到这位男子他把家里的大水桶拿出来 因为昨天晚上的林边这边是下大雨的 所以干脆把大水桶拿出来接雨水 六天来终于可以好好的洗了一场澡 不过这个澡呢 他是用这个你看这个水呢 全部都是污浊的不得了 不过呢这个有水总比没有水好 当地的居民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尽管这个水非常的脏 他还是洗澡洗的 算是相当愉快 因为总算已经六七天没有洗澡了 有这个水可以用 所以里面居民所以说非常非常的苦 尽管水退了但是上后的问题 对他们而言呢是一大难题 这个洗澡啊用电啊 还有呢这个要如何上后啊 满地的拟命啊 要如何来清呢 这个都是接下来非常大的难题 国军这边呢还有呢这个救援的部队呢 现在已经逐渐撤退了 要由那个村民他们自己来上后 不过呢这个上后的问题呢 他们还是接着非常的头痛 你看这个阿公啊 他进到家里面来啊 虽然呢水退了但是他家的地方 就是比较低洼啊 就是一直退不了 他还是要持续泡在水里面哦 所有的家呢都是这个泥巴水哦 椅子他平常在坐的椅子 现在也是泡在水里面哦 所以呢虽然水退了 没有水可以用 低洼的地区的民众 依旧呢还是有这个积水的苦恼哦 家里面的碗盘啊 锅碗瓢盆啊 全部都堆满了哦 都发出臭味来了 所以这个卫生问题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公 带我们来看他家里面的情形 这是我们看到在屏东林边的 昨天晚上的情况 六七天没有洗澡了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 大家赶快来接雨水 好好的洗一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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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